高考怎么选择学校和专业? 有媒体评论说,一些考生和家长只是盯着钱做选择, 这值得商榷。 这些观点受到比较大的非议。 要说选什么专业关系到个人的就业前景, 把薪酬待遇这些因素考虑进去,无可厚非。 要说其实也是应该的,谁跟钱过不去啊? 你说你上学的目的又是什么? 不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,改善自己的处境吗? 要想改变,但是钱是基础。 但是,咱也得承认,如果只是盯着钱去选专业, 却不一定理性。 要我说,选专业不能只盯着钱, 尤其是不能只看眼前。 因为大家都知道, 你越是想挣钱,反而越赚不到钱。 有的人成熟比较早, 但更多的人都是厚积薄放。 再一个,能挣多少钱? 那是命理注定的了,跟你学什么专业,其实没有多大关系。 假如,真的像某些网红所说的那样,哪个专业好就业, 你就找这个专业最好的学校,你看看那些毕业生, 最后发展的都怎么样? 难道都能挣大钱吗? 百度的李彦宏, 腾讯的马化腾, 他们的同班同学, 难道都是亿万富翁? 不可能吧? 他们学的专业一模一样, 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, 为什么差距那么大? 这是专业的问题吗? 如果大家都盯着某些专业, 结果只有一个, 那就是把这些专业的陆续分数推得很高, 其实是炒作得很高, 也很有可能导致相关专业的人才供过于求, 就业前景反而不好。 最关键的问题是, 选专业是为了上学, 目的是学习, 首先应该考虑的, 当然是个人的兴趣爱好, 你的发展意愿, 在学好的前提下, 才能谈前途, 忽视了教育的本质, 不利于学生的成长, 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实际条件和能力的专业, 才更有利于学有所成, 学有所成才能有用, 才能有前途, 才能挣到钱,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科学的逻辑。 大家还记得今年二月份, 某中学生抢花筒的那个事吗? 某中学邀请陈教授讲感恩, 中途因为PPT没有办法播放, 陈教授急性发挥, 说学生们读书就是为了钱, 不要谈什么理想抱负, 金钱就是力量, 有钱就有一切。 他这个话一出来, 结果很多人都批评他, 认为这是偏激的言论, 陈教授受到猛烈的抨击, 有的专家说, 选专业不能只看钱, 你们不满意, 甚至宣扬什么阴谋论, 说故意让穷人的孩子去寻那些冷门专业, 有的教授告诉学生, 读书就是为了钱, 你们还不满意, 结果有个网红说, 选专业就是为了吃饭, 去被你们吹到天上去, 说他是为穷人代言, 是为穷人着想, 既然自己家的孩子毕业后找工作, 都是奔着钱多的单位跑, 可是一边呢, 又批判北大清华的学生, 学成以后为了钱, 出国不回来, 我就想知道, 说这些话的, 是不是同一批人, 这脸变得也太快了吧,